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 趙孟甫 每日一字 好 這是言 掩蓋的言 那我們來看一下凱述的寫法 首先也是一個提手旁 跟上一者這個抗一樣 右邊呢 是一個 這個字 那這個呢 比較少挑起來 在單 就是組合的時候 單獨會 在組合經常是用一個這樣停比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凱述 那行書的寫法就連貫 這個就會挑起來 因為動作上連貫性 自然而然的一個動作 當然不用太刻意 所以來看一下 請書的寫法 右邊這個大 連貫性加強很多 然後這個挑起來是為了寫下面的 經常是連貫的嘛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大經常在這裡是 好 筆順不太一樣 好 然後看人啊 有的喜歡這樣寫 有的喜歡膩筆這樣寫 有的喜歡膩筆這樣寫 有時候一種不同的寫法 好 在視覺上也不錯 這樣帶過來 底下都一樣 好 然後我們說這代筆 就不用上去了 直接這樣下來 好 這種寫法還蠻多的 那再來就是趙孟佛的寫法 他的寫法就是 這裡面橫畫省略掉了 好 先來看一下 他的 比照一下齁 好 書畫 起來 按一下折 帶過來 再比照一圈 然後折一下 再左邊 再來省略一橫 直接起來 加重 停筆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稍微更省略就是 在這裡的小動作而已 那我們就連著寫寫掩蓋 這兩個字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寫稍微瘦一點點 比較一下 記住囉 這裡省略動作 好 這樣子 筆畫不寫那麼重 比較容易清楚 好 這直接上去 這個更連管 然後蓋 蓋住的蓋 這是一個羊 然後一個皿 細皿的皿 這樣子 好 大家參考一下 在這裡 發生了